游人神谷用震撼鼓声为平烟1936文化基地启用仪式揭开序幕 舞者穿梭于屏冬烟夜馆 将沉浸式剧场融入历史场剧 演绎历史再造平烟新生的艺运 走过86年的平冬烟夜场 透过修旧如旧 以平烟1936文化基地样貌重生 不只有全台保存最完整的烟夜博物馆 更以屏东多元文化会集与民众参与为核心 打造品牌化的博物馆群 丰厚屏东的文化底蕴 屏东县长潘蒙安邀请全国民众 一同见证老烟厂蜕变后的全新风貌 从过去的一些族群文化产业 工业的遗址工业的遗构 让它风华再现 那同时跟结合从过去的历史 爬书融入了现在的美学 赋予它未来的新生命 来融入了一些数位科技 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场具 那作为数位导览 然后有一个互动式的 让大家更了解 来屏东不单只是湖光三色以外 更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等待大家来采决 圆区首先开放四大展馆供民众参观 烟业馆客家馆及大午山故宫两大特展 以科技导入沉浸式互动体验 融合不同的屏东文化与产业多元样貌 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是觉得还不错整个环境啊 然后跟一些就是感觉有让这些 旧烟业文化就是重现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那就是很适合就是亲子 或者是全家大小来的一个地方 县府文化处表示 三月底前平衍各展览馆社免费参观 即日起至三月二十日 每周末还有户外市集 邀请马戏、小丑、杂耍、魔术等 街头表演艺术以及在地美食 文创小物摊饭 欢迎大家一起来评演体验 记者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